有密切结合的一个运作的方式 那几年下来 业界也非常喜欢 让我们能够帮业界 找到一个他们需要的人才 那学生也能够马上毕业 马上就业 这个是双赢的一个模式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让学生去比赛 把他比赛当成一种训练 那我们过去在日本的比赛 在韩国的比赛 我们都得到很多的冠军 那除了这个比赛 我们也要求学生要有一个考照 大学美容系113级的学生毕业成果展 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主题 叫做Salon Salon大家都在那个外面都听过 对不对 什么美把Salon啊美容Salon啊 可是其实Salon呢 最早是源自于艺术 美术的一个殿堂 那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那时候 他们女生不能随便乱出去 可是有很多女作家 女画家 他们想要文化的交流 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客厅 办了一个很漂亮的Salon 那每年这样子传承下来 所以Salon就变成了一个艺术的一个定义 那所以我们就希望 我们的今年主题就是画作 每个各个各国名家的画作呢 我们学生把它展现在他们的装法上面 像有一组是Western就是西部的 西部就想到牛仔 他们就把牛仔的服装 还有牛仔的一个 一个奔放的那种感受 还有他的那个造型 都展现在他整体造型上面 所以他的装法等等的 就会跟这个画作是有相关的 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各组去做各个他们选定的目标 比如说日本的画作 他们有自己的特殊的造译 那他们48位同学 对 然后加上模特的话 就会乘以2 所以大概会有80几位 到90位的工作者 技术者跟模特 加上模特 女性牲得更多 不論如何 能不能抱她 謝謝 引起 不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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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嚇了 噢噢 我 不太過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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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